这个我们三级警戒已经超过了一个月了 结果昨天呢又宣布要再延长两个星期 对很多做生意的人来说呢 简直就是一大打击 因为这个月呢已经生意受到了影响 那么行政院会呢 今天将会讨论纾困4.0的经济方案 而且呢拟定了四大方向 包括放宽这个纾困资格 劳工纾困贷款 额度加码 暂缓实施 夏季店家 还有染疫的确诊者死亡未问金等等 拍板之后呢就会对外来宣布了 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打工的实心组呢 也有望要加发1万元 那么就了解呢 这个加码纾困的最大受惠者呢 是劳工还有新创产业者 那么劳工纾困方案呢 方面呢是包括了这个有劳工的纾困贷款名额 至少加倍到了百万个名额 那么在雇主投保部分呢 公司劳工1万元的生活补贴 还有自营作业者 跟无一定雇主劳工的纾困认定资格 也会放宽 2020年所得呢 在40万零8千元以下的人 可以领到3万或是1万或3万元的补助 至于新创业者的方面呢 将会推出国发基金 新创纾困加码方案 提供贷款融资 并且放宽这个新创适用条件 信用保证成数 还有这个利息补贴再加码 另外也会提供营运所需的员工 薪资补贴 接下来呢 要来看到的也是跟我们的这个 大家的民生生计有关系 因为呢 三级警戒在延长嘛 有很多饭店呢 也只能暂时停业哦 现在传出高雄老四号的华园大饭店 这个也是台湾第一家国际观光饭店哦 一共有1500平 开价30亿元求售 消息一出呢 让很多民众相当的震惊哦 那其实呢在高雄代售的旅馆啊 饭店啊 市面上至少也有11家 总额呢 可说是相当的可观 博也林游泳池 浓浓南洋度假风 这里是高雄华园大饭店 也是台湾第一家国际级的观光饭店 但受到疫情打击 现在传出经营不下去了 开价30亿 天价抛售 前年逢光举办豪华泳池趴 比基尼辣妹帅哥DJ现场进歌热舞 如今疫情肆虐何时解封遥遥无奇 但要抛售的饭店不止这一家 国外高空酒吧进歌热舞 情人节带anada来潮有情调 高雄英迪格酒店坐落新 绝江商圈 排卖价20亿元 其他还有新供应单人房旅店 开价2.38亿 目前高雄代售旅馆饭店至少11间 总房数近1000房 开价总额高达80亿亿 差不多月初就有说股东还在会议 还在研讨细节 有一些可能一些建商投资公司 甚至于连产险业 都有可能会想要投入吧 买下来如果把它改成豪宅 就是比较好的住宅区 住宅的话其实是一个不错的考量 疫情影响持续不解封 老赵饭店成不下去 只好让出大饼 超过60年的市区土地 会不会成为建商的新筹码 都让外界好奇等着看 记者邓明 马家瑜 高雄报道